世界百斗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呢 我这个video 比较特别一点 我想要跟大家聊聊 如果签证被拒了 怎么办 OK 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很frustrating 很不讨喜的一个topic 但是我发现应该身边非常多的这样的人 那其实我刚开始在做这一行的时候呢 刚读完这个法律的时候呢 专门在做这些case 所以也不能讲我是专业在这里面 但至少略懂一二 那我也不喜欢看到这种事情 但是呢事情总会发生 那发生怎么办呢 那最主要呢 澳洲的签证拒签 基本上有两种类别 两大种 那在中文都是叫拒 或是取消 反正就是没拿到签证就对了 那很多人说是reject 但是真正它的法律上面讲的是两种 一个叫cancel cancelation 另外一个叫refusal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首先呢 canceling a visa 他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申请这个签证持有人呢 并没有达到他签证上面所要求他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点 第二呢就是他可能违规了他签证上面所有的condition 也就是说通常cancelation的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说你已经持有这个签证的人了 那持有签证的情况下违规了 比如说这边还有character ground 比如说你犯罪啊干嘛的 那你就会被cancel掉 那你change of study 然后没有告知移民局 biosecurity contravention 就是说你可能你伪造你的ID啊等等等等的 那当然最最很多的基本上都是有关你违规你现有的签证 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在工作签证上面 你没有工作了或者是你换工作了 你跑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被举报了 第二呢比如说学校 学校一直上课学生签证一直当掉 然后被学校举报了 或者是没有去上课被举报了 就会变成cancelation 基本上都是这些已经完全已经持有这个签证 然后违规的情况下在cancel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叫refusal refusal 这边大家看到 refusal基本上就是说你申请一个签证 你还没违规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这个签证 这个叫refusal 那两种东西呢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哪一个会比较麻烦 其实cancelation是比较麻烦的啦 cancelation基本上一般来说它会trigger 所谓的PIC4013、4014 如果follow很久很久以前的video 那就是说你会有三年不得入境澳洲的签证 还有或者是PIC4020 如果你有造假违法的情况下的话呢 有可能会ban你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啦 那两种签证 如果你都 你不管是被cancel 或是refuse的话呢 你都可以到所谓的 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 AAT 做一个上诉的一个动作 当然我今天不把它讲的太细节啦 上诉通常最主要是说 有两个好处 第一呢如果你在境内的话呢 至少你不用这么早就可以 就要必须要离开啦 也就是说你它因为缓冲的时间 通常上诉的这个周期呢 大概都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呢 你还是持有澳洲的钱 他会给你一个过桥间 然后继续的等待你的上诉 当然上诉的重点是说 你觉得你有冤情 你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学校搞错了 或是雇主搞错了 然后签证呢 那当然这部分呢 通常都是要找一些专门的上诉律师 来帮你去做这个部分 那非常非常复杂 那当然如果上诉赢的话 他们会把这个签证呢 再送回人民局 然后再把它批下来 基本上整个的流程 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啦 那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说 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 找一个你的代理或是什么 你要非常的了解 因为澳洲这个国度 它西方世界基本上是很重视 你的credit 你到底是不是可信的人 所以呢你签证基本上就是 你跟政府的一个合约 你当时答应他你该做什么 你就应该去做什么 如果没有做到被cancel或干嘛的话 当然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那同样的就是说 你在申请一个签证的时候 你本身要申请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达到标准的话 你也会被refuse 那这样子也是不太好的 那最近其实这些case refuse的通常非常多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就在工作签证的部分上面 因为他现在这个delay太久太久太久了 所以原本一个雇主在1月要聘你的 结果一直等等到年底都还没有批签证 他不想聘你了 他不想聘你的情况下 最后你可能签证就被拒掉了 这个时候你很冤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你还会回去跟你雇主沟通一下 是否再把他上诉 那当然了 因为今年又这个庚子年 2020年非常多事情发生 很多的企业等等 都不一定还有能力 可以再去雇主担保人家了 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也造成我们刚刚看到这个AAT 它有一个backlog 什么是backlog 就是太多案件了 太多太多案件 那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只有澳洲有这个问题 可能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美国 加拿大 纽西兰 英国应该都会相对的有 因为今年的变数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很快速的一个简短的video 那最主要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签证备具有两种 两种的部分 那GTA怎么办呢 那在这个技术层面上要先上诉 上诉可以帮你多买更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有可能你可以找到更多东西能够翻案回来 那当然了如果上诉到最后还是没有过的话 还能再上一层 上上去的话就到这个小型的FCC的这个法院再上去 就是Federal Circuit Court 然后可以再一直一直上上去 但这些都花越花越多钱了 当然你要看看你的签证到底是什么level的 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到那个法院的level AAT还不是法院 AAT是仲裁庭而已 到法院的时候它整个审核的level 又是到另外一个程度 当然如果走到那一个部分的话 花费是非常非常贵的 真的要去衡量说 我花这些钱 划得来还划不来 还是可以重新申请一个签证呢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video 那欢迎大家再到我们的留言区 做更多的讨论 那还有就是最后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榜 我们按赏大大的赞 我们到我们YouTube频道按下订阅 记得把旁边的小铃铛勾起来 那这样我们也有新的video 新的news 您都为第一手取得 谢谢观赏 拜拜